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12月1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财经头条 今天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烧开了阅读会议 毫无悬念的宣布不加息 那么美联储内部更多的对这一次例会当中 委员们分别对未来政策的走向是如何表态的 那么陆陆续续有些透露 所以要消化吸收或者比较全面的理解美联储这次会议 它散发出来的政策前瞻指引 我们消化以后明天再与网友分享 那么今天与网友分享的财经头条 是对国际原油市场的最新形式与网友一起来分享 那么路透社这篇报道的标题是 在供应过剩的信号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石油市场接近5个月的低点 尽管今天国际油价有小富反弹 但是它仍然处在一个比较低密的阶段 就进入12月以后 国际油价突然大跌 在11月底 国际油价还是在77美元一桶 那么目前维持在70美元以下 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昨天暴跌了3.8% 那么国际石油价格为什么突然暴跌呢 就一个技术性原因 一个是更深刻的矛盾的积累 所谓技术性原因呢 是因为美国的石油储量库存的增加 超出了预期 那么市场预计呢 美国可能未来储备原油的这种购买啊 它就会减弱 这是一个技术性的诱发因素 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更深层次矛盾的一些爆发 就国际石油交易市场 他们突然发现 就近期的合约交易啊 远远低于远期的这个合约交易 这个就有点反常了 就大家可以想一想 就一般的这种交易啊 是现实的交易 一定是频率是非常高的 或者交易量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远期的交易呢 它只是一种补充 无论是实际需求上的补充 还是金融期货投资的补充 它都比现实的这种交易的这种频率 强度要低一点点 因为它累积的时间很长 总量是很大 但是你分布的每一个日期 远期的这种合同呢 它没有当期的这种交易的这种强度大 但是最近出现这个问题了 眼前的这个交易量大幅度下降 那就说明人们对当下的石油需求啊 没有那么旺盛了 但是同时从另外一个供应角度来看呢 国际石油交易的总量也没有明显的减少 所以国际石油市场 他们就误出一个道理 就是欧派克组织啊 这些石油输出国组织之间 他们没有遵守互相的承诺 就是说该减产的没减产 总是忽悠啊 同行减产 自己拼命的在卖油 所以这个呢就造成了 国际石油市场功过于一球 这个是最本质的原因 也是导致这一次国际原油 进入12月以来持续下跌的根本均的原因 LT今天看到有一个报道 它对明年的全球经济形势做了预测 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预测 就是明年会发生哪些灰犀牛的事 或者黑天鹅的事 那比黑天鹅更大的麻烦呢 就是灰犀牛的事 其中排名比较靠前的这种预测呢 就包括这个欧派克组织解散 就他们呢 各自心怀鬼胎 弄一个哄抬全球油价的这样一个组织 但是每个人又打自己的小算盘 就现在有一股舆论的认为 弄不好明年呢 这个组织就要解散了 维持不下去了 我们普通的网友 关注国际原油市场的这样一种情况 它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 除了你汽车加油以外 那么国际原油的交易 是国际大众商品期货交易的一个 主要的交易品种 它对金融 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是基础性的 所以我们要对国际原油的这样一种发展形式 保持密切的关注 一月份来讲 对他们是一个坎儿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CNN的一个报道 他报道标题是 在哲联斯基无法说服共和党人迅速采取行动 提供新援助之后 乌克兰面临着一个令人生畏的冬天 这是个很残酷的现实 昨天哲联斯基访问了华盛顿 那么美国舆访普遍注意到就这一次时隔一年 驰联斯基再次访问华盛顿 他所遇到的这样一种境况完全变了 他在去年差不多这个时间访问华盛顿的时候 受到两党的热烈的欢迎 两党的领袖们争相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 驰联斯基在议会演讲也赢得了全体起立鼓掌 但是这次到华盛顿访问 完全没有这样一种氛围了 那么目前美国两党卡壳卡在 就共和党人希望把援助乌克兰的这个计划 与移民问题的改革捆绑起来 如果边境移民问题不解决 那么就把乌克兰的援助冻结起来 而且这个也成为共和党内的一种共识 所以共和党参议院的领袖麦康奈尔 当面告诉哲联斯基 一揽着计划迅速通过 几乎不可能 那么拜登在白宫会见哲联斯基的时候说 他告诉哲联斯基不要失去希望 拜登说国会需要在乌克兰援助问题解决之前要休会 他说这是送给普京的一个最大的圣诞礼物 而共和党的这个师生的参议员 当面告诉哲联斯基说 这不是你的问题 不是乌克兰的问题 这就是美国边境管理的问题 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支持你们的 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 就影响了支持你们 那么面对两党拿乌克兰问题来做交易 拿乌克兰问题来做挡电牌 泽联斯基也发表了他无可奈何的一些观点 他说我们听到了两党一些积极的表态 但是我们来这个地方是更关注结果 就你们同不同意继续援助乌克兰 他是要等这个结果 但是两党都声称支持乌克兰 但这个结果是很难 那么声音这个报道中 他当然立场是倾向于偏向于民主党的 他有一段描写 还是很有意思的 说共和党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 在会见泽联斯基后说 我们需要明确阐述 允许乌克兰获胜的战略 到目前为止 我们回应还不够 也没有向我们提供我们要求的清晰度和细节 这个是指于民主党的谈判 一些共和党人 特别是那些与前总统川普关系密切的共和党人 已经开始加剧对泽联斯基的批评 表示基辅最终将不可避免的将领土割让给俄罗斯 那么俄和俄的这个参议员也公开说 如果你看看军队是多么的不匹配 真的没有不经过一些谈判的和平之路 我不是说这是一件好事 我不是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件好事 我不是说乌克兰必须放弃领土是件好事 但是尽管美国提供了数千亿美元的援助 但他们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那么这一段报道 它实际上能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政节在呢 就真正的政节还不是这次捆绑边境问题的改革 它真正的政节还在的确有一些共和党的人 共和党的这个议员 他们是希望乌克兰割地求和的 这个在与川普关系密切的一些团体当中 他们尤其是在美国坚持这个观点 所以很多网友看那个匈牙利的欧尔班 他为什么经常跑到美国来 经常参加共和党的一些会议 经常参加美国保守派议程的一些活动 就他那些观点呢 你如果不放在美国的环境 拿到欧洲去看 很多网友说他是亲俄罗斯亲普京的 但是你如果能够了解到他到美国来 与欧尔班一起推背换展的一些人来看的话 就欧尔班呢就显得不那么样的另类了 他确实是在一些美国保守派势力当中 他是能引起共鸣的 所以即便这一次600亿批准了 你可以想象未来美国国会会越来越难通过 给乌克兰的新的援助 所以这个也让乌克兰人呢也要反思 就乌克兰人现在很尴尬在哪呢 他们对接受到的援助 就像是吃了上顿没有下一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也要考虑他们怎么来打这个仗 就过去几个月 大家都抱怨乌克兰反攻呢 投入不够 那么乌克兰他当然他要考虑一下 因为靠他现有的财力 靠他比较稳定的外部支持 不足以去推进原来计划中的法 所以这个就是乌克兰的困境 背后的非常残酷的现实 当然今天也有一条呢 对乌克兰来讲不错的消息 波兰的这个新的政府成立了 前欧盟理事会主席 图斯克当起原委 新的波兰的总理 那么图斯克今天 他就明确的表达乌克兰问题的立场 图斯克说 波兰将大声果弹地充分动员自由世界 西方世界在这场战争中帮助乌克兰 因为在前几个月 波兰的这个执政党PIS 他们利用于乌克兰的贸易之间的摩擦 而支持了一些波兰的这种民粹主义 或者是极有势力 也冻结了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 所以图斯克当选总理之后 他成为要扭转这个局面 重申波兰对乌克兰的承诺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但是这个不错的消息 你根本无法来弥补乌克兰在美国遭遇到的挫折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最近仍然是有关西方的这样一种困难 今天国会上有个报道 他标题就是 拜登与内塔尼亚湖之间的裂痕 正蔓延到公众视野 就这次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 他在逐步公开化 坦率来讲 拜登对哈以冲突这件事实上 他受伤是非常大的 他本来他的选情 连任的选情本来还不错的 经济也不错 但是以色列对加沙这个轰炸 让美国的民主党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分裂 而这种分裂 他直接的效应就是 民主党内有相当比例的人表示 不再支持拜登 因为拜登没有遏制住以色列 没有遏制住那台联合 所以如果是今天开始大选的话 那显然拜登一败涂地 所以拜登呢 尽管他之前的高调的宣扬 他是不是犹太人的犹太富国主义者 但是由于出于一种 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 特别是民主党内的这种压力 拜登的立场在回撤 那么目前 拜登政府与以色列政府之间 存在主要的分歧在哪呢 一个表面的分歧 或者不是一个真正的分歧 小型的分歧 就是美国反对以色列 在加沙造成了过多的平民的伤亡 那么更深层次的问题 更大的分歧在哪呢 就拜登政府认为 加沙的未来必须要提前安排 就未来加沙实现和平 必须与巴勒斯坦建国联系在一起 而且拜登政府明确地讲 加沙未来要交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来统一管理 就形成统一的巴勒斯坦国 他说只有两国并存 才能够带来和平 那么内塔利亚湖一直拒绝这个两国的方案 那么拜登呢 昨天就有些不耐烦了 拜登对媒体讲 我认为内塔利亚湖必须改变 有了这个政府 以色列政府使他很难采取行动 他称内塔利亚湖政府 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保守的政府 他警告说 对加沙的猛烈轰炸中 对该国的军事行动的支持正在减弱 并补充说以色列政府不想要两国解决方案 那么拜登的这些言论呢 他显然是说给比较激进的民主党人听的 他也没有办法 你如果要赢得大选 你必须要在党内寻求一个公约数 那么内塔利亚湖是怎么回应的呢 内塔利亚湖回应也很直截了当 他说 我想澄清我的立场 我不会允许以色列重复奥斯路的错误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奥斯路的错误是30年前 在奥斯路巴勒斯坦的各派 签出了奥斯路协议 他们朝着统一的巴勒斯坦国的方向去发展 那么内塔利亚湖说 在过去的30年 无论是法塔赫还是哈马斯 他们都没有给地区带来和平 他们不仅伤害以色列人 他们内部之间也互相缠斗 所以说内塔利亚湖说 我们不会再回到奥斯路协议 那么他不回到他有没有明确表达反对两国论呢 哈马斯他认为 我不管你们说两国一国 加沙未来 以色列一定要控制安全 那么实际上他有处军要控制治安 实际上也是剥夺了加沙 未来成为另外一个国家领土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这种分歧是非常现实的 也是不可调和的 那么这两天 以色列呢 在清剿哈马斯的这个战斗当中呢 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成效 它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是以色列用了五个特大型的这种水泡 抽了大量的海水 向哈马斯的地道里面呢 进行灌水 哈马斯的地下通道呢 被称为加沙地铁 最早建于1980年代 就那个时候还没有哈马斯 当时建这些地道呢 是为了走私物品 从武器到黑市商品 应有尽有 那么这个地道的网络呢 从来没有被全面摧毁过 就往里面灌海水啊 不是以色列的发明 这个埃及人呢 是最想灌的 因为他们总从埃及走私 埃及政府为了打击这种走私 想通往埃及的一些地道 灌过海水的 那么这次以色列呢 他显然对他的地道网络 有更全面的了解 所以他安排了五台巨型的水 那么今天有消息说 还要增加两台 所以这个呢 对躲在地下通道的 这些哈马斯的人来讲 那就是致命性的 所以说大家看到很多 哈马斯的人呢 从地道里面钻出来投降 那么第二个 导致哈马斯的人大量投降呢 是以色列有一个战术在奏效 就他们切断以色列的指挥系统 就让基层的这个哈马斯啊 他们群龙无首 就哈马斯的这些投降的人员 也是说他们联系不上上级了 那么以色列采取什么办法 让他们群龙无首呢 就以色列是专门截获 这种指挥通讯系统 来寻找哈马斯的指挥者 高级官员 找到了就定点清除 所以哈马斯的这些高层 为了保命 他们也不再向下级发出 战斗指令 那么如果长期得不到这种指令 这种基层的这种战斗团队呢 就崩溃 所以也导致了大量人员的投降 但即使是以色列解决了加沙哈马斯的问题 就之前我们分析的两国方案的问题 又会摆在以色列面前 甚至会让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出现重大的裂痕 当然如果明年大选使川普胜选 那么以色列在这个方面的压力就会减轻一些 所以国际问题会影响美国的大选 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案例 包括之前我们谈的乌克兰问题也是 它都是国际问题在美国国内政治化 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有关中美关系的问题 这个网友们也很关心 因为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后 中美关系究竟会怎么变 或者目前中美关系是个什么状况 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信息 第一呢是 昨天美国驻中国大使波恩斯有一个演讲 他呢比较全面的描述了 当下中美的关系的现状 他说美中同时聚焦稳定寻求合作 但分期任战 波恩斯说今年春天双方高级官员互动非常少 因为所谓的春天互动很少 就因为这个气球事件 中共的气球飘到美国来了 那么这个事呢 导致今年大部分时候很冷淡 波恩斯继续说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 所以美国致力于推动政府部门间的互动 而中国也同意这么做 过去几个月我们成功的恢复了很多对话 像国务卿布林肯六月访华 财政部长耶伦和美国气候特使凯里 在七月份访问中国 波恩斯也指出 在今年十一月拜习会上 两国领导人取得了四项共识 第一分泰尼管理 第二恢复军事沟通机制 第三开启人工智能对话 第四加强民间交流 波恩斯最后指出 虽然拜登与习近平实现了会晤 但两国在重大议题上依旧存在严重分歧 在很多议题上 美中关系依旧是高度竞争的关系 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有根本的不同看法 对于中国在南海与东海行为也持有不同意见 我们对乌克兰战争的看法也不一致 像是战争是如何开始的 我们在加沙问题上意见不同 我们无法说服中国谴责哈马斯 并对以色列的死伤者表达同情 这个是大使对中美关系站在美国角度的评价 那么这个网友们也可以比较一下 就中国官方是如何评价目前中美关系 那么另外一个相关的新闻 也值得网友们了解 就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他最近与美国的企业家有一个对话 因为有一些美国的企业家在敦促美国商务部 减少对中国的制裁 放宽对中国的出口 那么雷蒙多在对这些企业家 他表达了非常直接的观点 雷蒙多说 我知道这对产业界很难熬 就是美国对中国的相关高科技产业出口的制裁 他说他们希望有一条明确界限 但事实上科技会改变 中国会调整 我们必须省时度势 随时应变 他希望业界能够遵循法律精神与目标 雷蒙多很直率地说 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必须睁大眼睛 看清楚中国威胁的程度 对于美国对中国芯片出口的限制 雷蒙多说 我们不能够让中国得到这些芯片 我们绝不能被中国赶上 因此我们要拒绝向他们提供我们最先进的技术 我知道在座一些芯片公司的执行长 对我这样的做法有些不满 因为你们的收入减少了 不过生活就是这样 保护国家安全比短期收入更为重要 这就是我们该做的 那么目前在这方面抱怨声音最大的呢 就是英伟达 所以从雷蒙多以及伯恩斯 对当前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些判断 大家能够感受到 就是美国并没有特别想在改善于中国的关系方面呢 说走很远做很多 没有 他们还是在按部就班 在推行去风险化 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中国又传出规模过千亿的房地产开发商爆雷 就是保龙地产总负债突破了7000亿 中国房地产开发巨头 保龙地产发布公告 因无法支付预期的1500万美元的利息 宣布境外美元票违约 累计是今年上半年保龙地产负债达到人民币1636亿元 保龙地产公告到2025年4月到期 1591万625美元票据利息 应在今年的10月30日兑付 那么无法兑付 宽限期是30天 那么到11月29日 仍然没有办法偿付 构成了实质性的违约 那么今年上半年 保龙地产的总收入是122亿 比去年同期下降27.2% 那么面临着违约又再台高筑 这种状况就引起了资本市场的普遍担忧 保龙的股价也下跌了超过90% 那么在香港上市的市值只剩下26亿元了 那么中国的财经界之所以关注保龙这个爆雷 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中共 习近平拿1万亿救市 救房地产企业三个不低于50家白名单 在这样一种强力的救市政策下 仍然出现了千亿地产企业的爆雷 那就说明这三个不低于 并没有能够救保龙 并没有救这样一些千亿级的房地产开发商 你看他都进不了这个白名单 你能想象还有多少白名单之外的 一些房地产企业的危机 它就在一个接一个的爆发 所以这个是让中国财经界感觉比较紧张 压力比较大 或者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目前三个不低于白名单 救市的范围 救市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房地产的企业还会有更多的爆雷 那么面对市场的这样一种担忧 今天中国官方啊 人家发表了一个最新的这个指示 就中国的住建部 人家今天对中国的这个党媒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 人家发表了最新的这样一个声明 住建部的声明说 房企债务违约不等同于爆雷 就说你们老说爆雷爆雷啊 这个有点太负面 住建部的副部长董建国 他的原话是 如果将债务违约等同为爆雷 会造成房企完全停摆的错误认识 加剧企业的困难 董建国说 对于支持房企化债 维护房市平稳发展 住建部的态度是 针对部分房企出现债务风险 金融部门已推出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 但风险出清 需要一个过程 将积极配合金融管理部门 抓好各项政策的落实 一视同仁 满足不同所有制 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 支持暂时资金链紧张的房企 解决短期现金流紧张问题 触企恢复正常经营 坚决防止债务违约风险 集中爆发 那么董建国在房企化债方面 他说要按两类来区分 其中对于确实支不抵债的房企 按照法治化原则出清 那么对于违法违规导致支不抵债 失去企业经营能力的 要按照法治化市场化原则出清 这也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 就不管了 另外一类虽然在资本市场上 存在违约的情况 但公司正常经营仍在继续 对这类企业房企一般是 集团公司的构架 集团公司和项目公司都是独立法人 集团公司出现债务违约 并不意味着项目公司停止运转 项目公司的开发运营还在继续 所以他强调一段时间来 社会上把部分房企 债务违约称为爆雷 资金链断裂 其实用语是不准确的 如果将债务违约等同爆雷 会造成企业完全停摆 结果你这个词用错了 那就会让企业停摆 这个朱建部的最新的声明 以及千亿房企龙头企业 这个宝龙违约爆雷 这两个都在谈爆雷这个新闻 我们放在一起 向网友们来分享 LT有一个评论 你看什么是爆雷 这个是个很简单的常识问题 就是违约 而且这种违约比我们了解的 一般意义的理解的违约 它要严重的多的多 所谓的违约 它并不说你借了人家钱还不了 而是在借了人家钱之后 人家还有一个延长期30天 延长期30天又还不了 又还不了 人家还让你再拿出一些办法来 还拿不出来办法 这个就叫最后最终的违约 就是你在按合同违约 还并没有称为爆雷 被舆论称为爆雷的是 一耳在再耳三的无法兑现 债务偿还的义务 这个才叫爆雷 所以舆论怎么会说爆雷 也不能说了 那么朱建木这个观点 它就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来 你不能说爆雷 因为你一说爆雷 本来企业就不好 那就加速了不好 或者说是因为你说爆雷 才导致人家企业停摆 这个逻辑是很有意思 你难道说你不叫爆雷了 你改个词 企业违约无法常在 你叫爆红或者是爆习 你把它叫成爆习的话 能够让企业更有活力 能够阻止它破产吗 所以说不知道朱建木 他这个脑子是怎么想的 怎么要嫌大家用词用错了 要改词 因为词没用好 把中国房贷产搞垮了 所以这种逻辑还是非常滑稽的 就朱建木开始来教育舆论宣传了 来纠正舆论宣传了 这个也反映了朱建木 他已经没有招了 他的精神焦虑 已经到了荒泊者路的地步了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 重要的新闻是 中国财新网有个报道 当然了中国网络也在广泛热议这几天 昨天LT在推特上也与网友做个分享 财新网他的报道是 中国不再公布裁判文书 所谓裁判文书就是法院的判决书 不再向社会公开了 那么今天的中国网络也传出了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正式决定 正式通知 财新网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说在最高法院的主导下 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 将于明年1月上线 仅供法院人士内部专网检索裁判文书 不对外公开 此举引发担忧 中国实施了10年的裁判文书 上网公开制度恐将因此转向 那么这个中国裁判文书 是2013年7月1日上线的 截止12月11日 各级法院累计在该网公开各类裁判文书 1.4亿份网站访问量达到1077亿次 仅当日上传192份 包括学者律师在内的不少法律人士觉察 今年以来裁判文书的公开速度明显放缓 质疑裁判文书网会不会废止 就一直有这个怀疑 那么这种怀疑终于有结果了 人就是要废止 中国最高法院办公厅11月21日下发 关于建设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通知 至各高级法院 利于2024年1月上线运行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 并明确起应用范围 仅支持法院干警在内的内部人员来进行检索 那么为什么要建设这个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呢 这个最高法院的通知称 这是推进严格公正司法的具体要求 是优化裁判文书管理 有效支持内案检索 促进法律统一适用的重要举措 那么对这个新闻事件 LT只想做一个方面评论 这毫无疑问 是中国的法治建设的严重的倒退 尽管这个法律文书网 的确也给习近平给中共带来了一些麻烦 因为中国的一些基层的法院的法官的素质 层次不齐 或者有相当比例的人 没有经历过严格的法律的教育培训 你包括有一些基层法院的法官 有一些地方 一个法律专业的本科出身的人都没有 就有的县 有的是一个这样专业人才都没有 大部分都是一些什么转业军人 凭着革命热情 凭着自己对是非的简单理解 而人家就成了法官 所以这个法律文书网 裁判网 你能够找到很多非常滑稽非常离谱的一些判决 你也能够从这个法律文书上 文书网里面找到很多中国的冤案是怎么发生的 所以这个确实增加了中共的这样一种独裁专制 专制的麻烦 它确实是有一些很离谱的一些判决 让中共高层自己也没有办法解释 那么既然会给统治者管理者带来一些麻烦 让刁民了解一些事情 还不如把它关掉 那么这个关 你按照这样一种决策者的思路来讲 是很可怕的 他不愿意你了解这些案情 那么下一步 他就不愿意你了解这些审判的过程 那再往下一步发展 那就不需要审判了 这种有没有可能性 当然有这种可能性 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的 杂乱公检法 要什么法院呢 人民群众党支部党委一决定不就定了吗 所以你结合习近平最近痴迷于所谓的风桥经验 你本来民众对政府有意义 对有一些利益关系有争议 你可以诉讼法律啊 人在基层把问题解决 让群众自己解决 就风桥经验 它也是来淡化这种司法的作用 也是在鼓动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 所以这个都是明显的反法律的一种做法 所以这个值得要生活在中国的网友 要高度关注这个事 这个事它还会有一些恶性的发展的 这只是他做的第一步 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 今天中国舆论非常关注 而且各方面也都在进行热烈讨论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些措施 因为我们之前的两期的网友分享过 习近平给明年中国经济工作确定了方针 确定了原则 两多一少 财政多花钱 银行多印钱 民生投入要少 两多一少 或者用官方讲的原则叫 稳中求进 以进处稳 先利后破 就讲了这些很空洞的原则 那么究竟这一次经济工作会 对于明年的中国的经济工作 是否提出来一些操作方式 或者措施呢 你除了空对空的先利后破 以稳出境 或者是稳中求进 以进处稳 除了这些抽象的这样一些空话之外 有没有具体措施呢 那么LT注意到 今天中共的党媒也在引导中国人民 这一次的经济工作措施很得力 有五个方面的重大措施 那么尽管中共在宣传有五个方面的重大措施 LT注意到 就中国的网络舆论 他们发现 或者是了解到 注意到有两个措施 就其他的 你讲是白讲 人们没有听进去 有两个措施 中国舆论倒是发现了 第一个措施呢 是第一次把加强舆论引导 作为经济工作的主要措施之一 这次经济工作会上啊 它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以往呢 只是讲怎么宣传 形式 经济的形式 那么这一次经济工作会 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强调 怎么来唱多经济形式 怎么来包装 经济形式的宣传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如果网友不理解 就这次经济工作会 这个具体措施 你可以从有些媒体的报道标题 你能感受到 就这次习近平想干什么 就很多媒体报道说 中国是旧经济 官方要求加强舆论引导 在这次经济工作会议的 这个公告里面 它专门一条标题就是 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 一致性 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 你政策有取向就完了 这个是经济工作 它把落脚点落脚在 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 那么这个被中国社会舆论的 普遍理解为 只能唱多 不能唱空 只能讲经济增长 不能够讲经济困难 所以这是一个 这个措施作为重中之重的措施 列在经济工作会的这个报告里边 这个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那么另外一个所谓的具体措施 值得网友关注的是 这一次它与往年不一样 它没有把促进消费放在第一位 它取而代之的是把科技创新 放在了第一位 而把以往呢 每年放在第一位的这个 促进消费或者扩大消费 排在了第二位 那么这个传递的信息呢 也是习近平讲了两年 来促进消费 扩大消费 没有效果 算了 今年呢就放第二了 所以这个也能够体现 习近平的另类的收放自如 那么对于中国官方 它列出来的五大方面的 这个明年的发展经济的一些措施 而我今天想与网友呢 分享六个观点 就第一呢是 你看它这个文件里面 对目前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 这个分析呢 比以往呢要悲观一点 就以往呢对困难呢 还是一笔带过 这一次呢 它用了六个方面的描述 就当前中国遇到的困难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中共它不会承认这个困难的 这个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但是呢 中共在谈困难的时候呢 它把困难的这种原因 它回避了 就是比如说 它为什么有效需求不足 有效需求不足 这只是个表面现象 那么中共这次在解释 有效需求不足呢 它又画色天主讲了说 社会预期偏弱 那么社会预期偏弱 就点到为止了 为什么社会预期偏弱呢 它就还是仍然回避矛盾 它不敢承认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消费者 对中国的经济信心不足 那么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消费者为什么信心不足 这就有个政策问题 有个改革方向问题 这些它都回避了 所以说你光点出了 存在的问题 不敢正视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这是它的第一个败笔 第二呢 它这次经济工作会 它仍然给人们 在散布一种虚假的幻想 要扭转局面 这个显然 中国进入一种减速的周期 增长进入减速的周期 不可能 所谓的扭转局面 就像中共谈中美关系 回到正常 这个回不去的 中国的这种增长模式 增长方式 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所以它这一次的 经济工作会 仍然不愿意 面对这个现实 它仍然还希望 能够扭转局面 回到增长的形式 第三个方面 就是它谈到措施也好 谈到它的原则也好 它第三个缺陷 你看用了一段 很无厘头的话 你看它这个公告里面 它明确这样表述的 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 利用一切有利条件 看准了就抓紧干 能干多少 干多少 这个话不知道是指什么含义 你前后语境来理解 它是让有一些地区 发达地区 能增长多快 增长多快 能干多少 干多少 那么这个就传递出来 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 而且它也回避 或者是否定了 它之前说的 所谓的高质量发展 就是还是缺GDP 它一方面唱高调 要高质量发展 注意结构性的改革 但是你看真正的 在落实到GDP问题上 能干多少 干多少 能干多快 干多快 这个还是有一点急功近利 那么这种急功近利 它背后就会导致 更多的地方债的形成 导致更大的房地产的泡沫 这是它的第三个缺陷 第四个缺陷 是它缺乏一种政策的协同 你看刚才能搞多快 搞多快 它与这个转型 与地方债的化解 与房地产的软着陆 它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你看它这个政策性的互相冲突 仍然会继续存在 那么第五个方面是最致命的 你看它通篇这次会议 就不愿意谈改革 它不愿意给改革设定目标 不愿意谈改革的方向 它只笼统谈改革 它不愿 你像经济工作会应该很具体的 经济领域的改革余地也不大 应该把它点出来 但是人家这个不愿意 不愿意点 因为为什么不愿意点呢 因为它前面说了 能干多少干多少 能搞多块搞多块 所以这个呢 还是不愿意进行一些 制度性的改革 或者回避这个制度性的改革 那么第六个方面 就是刚才与大家分享的 它这次必定的是 强调舆论控制 经济形势的宣传 那么这种过分的这种强调 你就能够预感到明年 从元月一号开始 中国的舆论 就一直会宣传形势一片大好 形势不是小好 而是大好 就进入了那样一种 亡产万金的 魔幻式的宣传氛围了 你说这对中国经济 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说LT感觉 今年经济工作会议 它能反映出来 中共处于一种 极度焦虑的状态 它既感觉的问题严重 但是它又不愿意 让别人来说 这个问题的严重 它既感觉的需要 解决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但是它同时又担忧 GDP增长减速 所以在这样一种 矛盾当中 焦虑当中 形成了这么一个 四不像的 经济工作会议的决议 以上是今天 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